可以讲到几个函数 用什么这个1到32应该到32 可以用两个函数叫Column跟Rum 就可以把它创造出来 再把这个东西放到index里面 OK 然后呢 前面不是有冒号吗 再用mid 去把它做切割 那就会留下我们要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什么 先产生1到32的那个数字 那怎么产生1到32的数字 我先把这个删除 1怎么做 插入函数 这个检视与参照里面请你找到Column 没有S Column 按确定 按确定的话你向右拉你会发现吗 4到7 向下拉还是4到7 为什么因为Column指的是你现在 的储存格在哪一栏 的数字 OK 不是不是文字 那如果说我要变1到4的话 你可以 减掉多少 减掉3 不就好 Enter 有没有 然后向右拉 1到4 向下拉 还是1到4 可是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第1列 第1列的时候 1到4 可是第2列的话呢 就加上多少 4的倍数 变5 再下一个是 也是4的倍数 就2倍 所以意思说 这个加 4个栏位的1倍 这个不加 所以0倍 0123 所以你会发现 越往下的话 那所以特别说 又往下是列 是R函数 所以用Row怎么样 Row去乘 乘上4就可以了 OK 所以后面的话 我就可以 在这个 后面加上什么呢 要不要加上4的倍数 那我可以什么 先用Row Row 这个自己打 比较简单 Row指的是你现在在哪一列 第2列 OK 所以第2列不乘上 所以你先把2先剪掉 剪完之后 记得外面要先刮扶一下 为什么 因为先剪 如果你没有剪 没有刮扶起来 他会变先 先乘 然后乘上多少呢 因为总共4 所以乘上4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所在的列 要不要乘上4的倍数 因为我现在所在列 123是不要 不要 所以不要的话就是把 2 减掉2 就是0 0乘上4就0 就是意思就是不加4的一倍 那如果往下的话 第3列 3减掉2呢 变成什么 变1 1乘上4 不就4的一倍 再往下 4的两倍 4的三倍 那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吧 所以打勾 向右 向下 那这底下 其实到32就可以了 OK好 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就会刚好 帮我快速产生 1到32的这个号码 其实这个方法还蛮多地方可以用 比如说你要做那个 一个礼拜有7天 甚至你要做一整个月的月曆 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完成 只是说要乘上7而已 OK 再来做什么呢 请你把这个 放到刚刚index的 第2个参数里面 减下 插入函数 用什么 用index函数 然后array的话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ctrl向下 或者你也可以建议一个名称也可以 这个把这个范围 记得按F4 意思说等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这个范围不能变动 所以前后呢 按F4就是锁 前面加那个前的符号 然后把刚刚减下的公式贴到roll roll number 贴上 就这个 所以第1次抓第1列 第2次抓第2列 意思是类似的 column呢 因为只有一栏 所以输入1就可以了 OK 这边输入1 好 大公告 按确定 然后向右 向下 你会发现 刘洋和 张洋 OK 这个 就 通通的放过 这样子的话是第2阶段 但是还有第3 第3阶段做什么 有什么方式可以帮我把什么 冒号前面东西去掉 冒号的 东西前面去掉 当然我讲过了 这个答案一定不止一种 像我第1个想到说 我是不是可以用fine函数 fine什么 fine那个冒号的位置 然后把冒号的位置后面东西 去掉 可不可以 但后来我发现好像 这样好像没有比较快 因为另外一个方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上面4个字 刚好跟这个4个字的长度一样 这个两个字 刚好跟这两个字一样 所以他等于是说 我的位置一定是 4个字再加冒号 5个字再加后面 所以 就是他的长度 加2就可以了 就是我要的位置 然后把后面东西留下 所以 这边其实可以用mid mid 配合什么 len 就OK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阶段 就是先怎么样 做column 然后 第2阶段 就index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光这个范例 可能至少 就会用到 1个 2个 3个 4个 LEN 5个 至少5个函数 当然 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实在觉得用函数 太麻烦 VBA 一个函数 都不要 基本上就不需要那么多函数 因为直接就可以完成 怎么完成 待会大家看 先讲一下有关函数的解法 再来讲有关VBA的解法 好